在709案当中被抓捕的维权律师谢燕毅的妻子袁珊珊起诉官派律师的案件 将要在明天也就是10月21号在天津的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另外呢 袁珊珊她从17号公开发布她要起诉官派律师的消息之后 再一次遭到房东的逼迁 有关详细情况我们现在立刻通过连线 请袁珊珊女士来说明有关的情况 袁女士您好 您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 先跟我们谈谈很多的媒体报道 这是史上第一次709事件的家属要起诉官派的律师 先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要起诉官派律师陈文海陈律师呢 是这样的 就是CNE她是2015年的7月12号被秘密抓捕之后 然后我们家属作为家属还有其他的这个CNE的家属 我们呢聘请了律师 然后第一时间到公安局然后去要求会见 然后去寻找她 但是我们都没有就是说都没有会见到 她有各种原因不让我们会见 不会见之后 在就是说在16年的1月11号 我收到了她的第一次收到法律文书 逮捕通知书 然后在今年的这个2016年的8月8号她被CNE被送到这个检察院 然后我我才知道她已经有律师了 然后我再追问就说这个律师从哪来的 然后他们也也不说这个律师从哪来的 就是说她已经有律师了 并且告诉我这个律师呢 是北京京京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陈文海律师 然后我我作为家属还有其他家属的代表 所以我觉得她这个从程序上 然后她侵犯了我的权利 并且她也影响了对CNE正常的一个法律渠道的一个辩护 一个一个这个法律的救援 所以我来提出她 是那袁女士从开始到现在 您见过陈文海律师吗 没有我们仅有一次的电话连线 就是她要求跟我见面 然后但是我没有见她 就是我觉得她这个是违法的 是袁女士跟我们 是跟我们谈谈天津法院在明天要来开庭审理了 您觉得法院有可能审理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吗 那么如果说没有任何结果的话 您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 跟我们谈谈她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明天这个天津市第二中立人民法院 她的审理她就是跟我说 她是一种一种新的模式 她这种模式呢就是 之前还没有定下来哪一个法官 只有在明天开庭之前 才能够定下来哪一个法官来审理这个案件 并且她才能够形成这种合议庭 然后合议庭呢 她这个案件还没有通知陈文海 就是说被告去参加这个庭审 而她只是由我 就是说我一个原告 还有我可以聘请律师去参加这个庭审 然后呢她有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维持原判 就是维持就是不与上述的这个原判 然后第二种结果就是裁定 二中院要继续审下去 当时那时候因为我会觉得 我说那咱中国的法律 它不是说二审终结吗 一个案件 那你这次如果要说裁定再审的话 那不就成了三次审理了吗 她说这就是我们的规定 那就是一种新的模式 然后就陈文海 我就对我提出陈文海的这件事情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非常有意义 因为陈文海他本身是律师 他应该依法依规的去按照这个程序 去按法律去做事 而他没有这么去选择 他明知道在没有经过家属允许的情况下 他去建建议的这个过程 其实他已经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这个他是不受我们家属认可的 所以他已经违反了法律 作为中国的律师 如果都是这么去跟一些 执法办法的一个人 去这么高点中国的法律 那依法治国那怎么去体现 我真的希望通过这个案件 律师能够跟正义跟法律为伍 也希望中国的法律 真的给律师能够往前走一步 依法治国才能够进度 才能够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是 袁女士 我们最后呢还有点时间 许多的观众朋友也非常关注 包括维权家属在内 对您的处境也很关切 就是我们知道在您公布了 起诉官派律师的消息之后呢 您再次遭到了房东的逼迁 那么房东当然也表示 是因为有关部门 给他们施加了压力 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您一个人 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 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做呢 他们是这样 就是在17号我公布了这个 天津市第二中院对这个事情 开心审理的交易之后 然后在这个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房东就跟我打电话 就说你要马上搬开 你要马上搬走 因为就是有关方面 已经第四次找他了 就是说他的精神上 他因为身体本身就非常的不好 他的精神上和身体上 他都已经受不了了 他都这样去琢磨他 他也正常的生活 也生活不下去 然后希望我马上去离开 然后我问他 我说那是哪一个部门 去要求就说我搬走 他说这个他还不能够说 我说那但是 因为你让我搬开这件事情 我已经找到居委会 我已经找到公安局 他们多次的 就是已经多次了 我已经多次找他们 他们都说 我们没有去干涉 你的住房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房东 就是说就是居委会和公安局 就是找他 多次的找他 经常在以前 就是在上一次 在8月2号开庭的时候 就是有其他的人员 在开庭的时候 8月2号那一天 公安局 把他就是找到 我们那个居委会 找到我居住的小区 在那个地方 他要在那待了一天 就是让他去找我 通过任何方式都可以 一定要把我找到 让我赶快搬家 这样去影响我的生活 因为我本人呢 就是原先的时候 也没有上过班 现在一直就是带着 三个孩子 一个孩子是12岁 一个孩子是9岁 然后还有一个孩子 刚刚七个月 他们这一个女人 还有三个孩子 这么去破坏 我想他就是因为 就是说开庭的 就是我告这个官派律师 他们想让我认可 这个官派律师 那是不可能的 无论怎么样 我相信就是 这个官派律师 他是违法的 从历史的角度 或者是对这个 709案件对中国的法律 他对哪一点 他都说不过去 他们用这种 没有人性的底线 去让我去提签 让我去离开 那我现在就是 我表态 我没有办法去搬走 因为什么 因为我带这么多孩子 我搬不走 如果你们要是觉得 你们想让我搬开 这个地方 那你们就把我扔出去 那我就在这等着了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 原神山女士 丑控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在明天相关法院 开庭的审理相关的情况 感谢您